两个士兵随手一丢 几个人头立即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而如此荒诞的场景 却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幕 1642年 大明朝岌岌可危 传王李自成率领十万大军 唯困开封府 一旦开封城破 则京城不保 崇祯此时在金轮殿内方寸大乱 此时辽东镇是一败再败 中原大地近乎五十万逆贼 纷纷揭竿而起 而这时的崇祯 才终于想起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人选 那就是被关在昭狱内的孙传廷 孙大人 事态紧急 再没人力挽狂澜 大明设计不保啊 孙传廷被崇祯召见 此时的崇祯不一裹身 询问孙传廷需要多少人马 才能平定叛军 五千精兵出矣 五千人马前往赤脚 不嫌少吗 加上当地驻军应当足够 直到孙传廷率领五千精兵入关 才发现大明朝已经烂到根了 孙传廷本想利用五千精兵 和当地的驻军联合 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以解开封之为 但他刚到铜关驻地 居然发现原角总兵赫尔龙 拥兵自重 不但不听朝廷的调遣 甚至还为了银两 屠戮附近的尊庄 纵容手下 把无辜百姓的头颅当成流匪 杀完人后 纵火焚村 而针对这一情况 孙传廷早已起了杀心 他召集了铜关的各路官员 然后安抚赫尔龙 而赫尔龙为了讨好孙传廷 还可以将百姓的头颅 当成流匪献上 孙传廷假意安抚他 但却暗中 早已将赫尔龙的亲信部队绞杀 等到赫尔龙疏忽大意之际 在命令手下将赫尔龙擒货 斩杀了亥群之马赫尔龙的这一举动 也无疑给铜关的百姓打了一针强心剂 接下来 准备大干一场的孙传廷 就开始整备军队 开展大阅兵 但也正是这一次的阅兵 让孙传廷彻底认清了现实 首先是军队的火冲 不但士兵的准度极差 甚至有的火冲直接就是垃圾 不但火冲不能用 甚至就连军队的大炮也变成了哑炮 而就在孙传廷为军备生气的时候 火冲营的一名士兵突然倒在了地上 副将赶忙解释说 最近四十不正 气候无常 已经有不少士兵病倒了 他正在找大夫医治 但熟不知 正是一个小小的风寒 给了摇摇欲坠的大明朝致命一击 让他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而此时 远在京都的重真 开始忧心忡忡 疑神疑鬼 他担心孙传廷拥兵自重 成为下一个贺人龙 于是 为了不让孙传廷继续扩张势力 便立即下了一道圣旨 让孙传廷火速支援开封 但孙传廷在接到圣旨之后 居然借口要整顿军备 拖延出兵 崇祯皇帝得志后 气得破口大骂 开封重镇 胡守三月 每天死的都是战的子民 其容他从容练兵 但此时的孙传廷 却并不知道远在皇宫的崇祯皇帝 已经视他为眼中钉 肉中刺了 为了能让这次出张顺利凯旋 孙传廷开始盘查各个州府的存粮 但殊不知 孙传廷早已所剩无几 而为了应付孙传廷检查 孙传廷居然利用沙土冒充孙传廷 孙传廷一怒之下 斩杀了粮库的主部 而另一边 被叛军围困的开封府 已经淡尽粮绝 甚至就连信哥 都被士兵当成了食物 为了解决粮草问题 孙传廷召集同关乡山大户 参加酒宴 表面上是联络地方的情感 但这场宴会的目的 则是募捐军饷 乡舍们一听 十万两白银 纷纷吓得不敢说话 但碍于孙传廷的官微 又不得不捐 只不过捐款的数目 也都是以五百两 一百两的小钱 气得孙传廷扔下银票 转身离开了酒席 军饷没有了着落 大营中 又有许多士兵 纷纷染上了风寒 纷纷卧床不起 无奈之下 孙传廷只好让军医 赵郎中救病之人 隔天上午 赵郎中带着徒弟吴又可 来到军营治病 同样一种疑症 赵郎中和吴又可 开具的样方天差地别 赵郎中主张 士兵得的是风寒之症 应该对症下药 但吴又可的诊断 和赵郎中不同 他发现士兵热而不寒 应该是瘟疫初期的症状 使徒两人因此争执不下 但碍于赵郎中的威望 吴又可也只能 按照赵郎中的药方抓药 甚至为了不让吴又可 打扰自己抓药 赵郎中还命令吴又可 从今以后 不能再踏入军营半步 但让人遗憾的是 赵郎中的药方 不但没有治好患病的士兵 甚至还让瘟疫 开始不断的蔓延 到了后来 就连赵郎中自己 也患上了瘟疫 死在了士兵的刀下 自此 军营中瘟疫横行 每天都有数十名的士兵 死于瘟疫 大军还未出征 就染上了规模如此之大的瘟疫 孙传廷认为 都是军医延误了 最佳的治疗时机 在斩杀了所有军医之后 富将这才说出了 吴又可刚来军营时 就曾断言过 是瘟疫遣诏的事 孙传廷连夜找到了吴又可 想让他根治军营中的瘟疫 但吴又可只是一方犹疑 虽然曾经治好过 个别的瘟疫患者 但面对规模如此之大的瘟疫 吴又可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孙传廷的一番话 让吴又可又想了一夜 一夜过后 身为医者的既是旧人之心 还是让吴又可来到了军营 接下了治疗军中瘟疫的重任 随后 吴又可把军中的病患 分为轻缓重三部分 并且用不同颜色的布条标记 三者互不影响 并且每一类设立单独的区域 禁止病患随意走动 甚至还发明了初期的口罩 杜绝了病毒在空气中传染 最后 吴又可将瘟疫死去的士兵焚烧掩埋 成功遏制了瘟疫的蔓延 而此时 摆在孙传廷面前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军队的良相 其实 孙传廷自终和乡绅闹掰之后 就一直在暗中调查 同管乡绅大户的体系 他发现 这些乡绅大户的名下 都霸占着不少粮田 而这些粮田 根据大名律 都要追缴赴税的 这些乡绅大户们 通过关系打点 全部没有交粮税 本来孙传廷想利用大名律 逼迫这些乡绅大户交税 但这些大户们早就做好了准备 原来 军中的副将就是他们的眼线 不久后 孙传廷们丈量土地名册的 经理司突发大祸 大祸烧毁了土地账策 这就使孙传廷短时间内 无法向乡绅大户们收取赴税 孙传廷看着手中烧毁的账策 心如死灰 此乎对正恶 而更让他绝望的是 几天之后 本应该入土为安的士兵 被人挖了出来 孙传廷这才知道 瘟疫期间 自己颁布的一条会面政策 凡是因为瘟疫死亡的士兵 他的家人都会免除繁重的赋税 甚至还能得到一笔不菲的安家费 但这条政策居然被副将这群蛀虫利用 他们深夜来到乱坟岗 挖出百姓的尸体 然后给这些尸体穿上军装 冒领士兵的安家费 而副将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直到这一刻 孙传廷彻底对大明朝失望了 在如此的绝境面前 孙传廷举起屠刀 既然乡神大户们不想体面 那就让自己给他们一个体面 直到出关的前一天 孙传廷再次宴请同关乡神大户 这些大户们穿金带银 不但鳄鱼放肠 甚至还恬不知识地预祝孙将军能够收复师弟 收复师弟 我今天晚上 就先把你们侵占的土地都给收复了吧 随着孙传廷的一声令下 大量的士兵包围了整座府邸 随后便控制了在场的43名乡神大户 而副将由于作恶太多 也被押了上来 你们不但死占军田 居然还敢以他人冒充 一翼而亡的军户 冲笔覆水 取行可助 紧接着 孙传廷饮下了杯中酒 这一夜 43名乡神大户死于非命 而孙传廷所需的良想 也在一夜之间凑齐 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 人心就是良心 就是源源复返的后背兵源 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 而我孙传廷也一回都输不起 第二日清晨 孙传廷的大名军队出同关 准备与李自成的50万逆贼决战中原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 孙传廷的军队就被李自成打得节节败退 而孙传廷也战死沙场 公元1644年 李自成攻陷北京城 从真皇帝自义而亡 而大明王朝也彻底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埃 淹没在滚滚黄沙之中